1928年 簡孔超先生為了推廣孔曼漁學 捐出銅鑼灣加露蓮山道12萬平方尺地 興建孔勝港堂 曾祖父 簡孔超 他又叫檀兆輝 捐出來1928 家族生意當時 男人兄弟煙草公司 既然他這麼尊崇孔孟之言 就捐了地出來 做和瑜伽有關的教育和文化活動 他一定是讀博博齋的 他就很鼓勵那些孫子 讀多些孔孟的東西 還有一股愛國的成綜 他就捐了這幅地出來 而當時溥仪皇帝的老師溫叔 還送了這份清末進士 見史未圓卷增跡比簡孔超 踏謝他捐地建堂 孔勝港堂是一個1930年代的建築 其實1930年代當時是新舊文化交接的年代 當時香港就有一些新商 有一些很著名的學者 他們希望可以在香港設立一個地方 去到宣揚傳統的價值和瑜伽的思想 就有了孔勝港堂這個地方 為了將這麼有歷史價值的孔勝港堂保存下來 簡先生決定聯絡古跡辦 希望做一個歷史建築物評級 我和有些有心人士就覺得這裏實在需要長遠一點的看法 因為我不希望不夠將來或很久的將來 這裏成為了一個地產項 立刻通知他們古物古跡辦 2019年應該是大約7月 他們都很踴躍 幾天內就有4、5個人來看 他們立刻就很重視這件事 立刻展開工作 在2020年的6月 孔勝港堂被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一級歷史建築 其實在評核的過程裏面 其實都會參考了我們有6項不同的物物的價值 去理定 其實在我們進行研究 和進行評級的工作方面 其實業權人對我們的支持都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港堂有80多年歷史 那些同學進來後 不知為何他們有一種很自然的崇敬的心在 還有我們中央有孔子的象 我們祭孔、祭孟都在這裏 通常我們開學禮 我們已經開始教他們拱手禮 因為我們在傳統上覺得要專施眾道 最值得我們去參場的就是 在禮堂中間的姚先生 姚忠義先生寫給我們的一段對戀 建築的風格其實是實用而優雅的 其實這裏是一個大的港堂 很簡單地我們知道 港堂就不會有任何柱在中間 所以它一定會是一個大跨道的一個結構 大跨道來說 我們看到兩邊就有建結構運用到的柱 然後一路上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一個我們叫做超等位 功能上很有趣的 因為我們剛才在下面進來的時候 其實它是一個斜坡 在香港其實不是很多禮堂是這樣的設計 而這個斜坡的一個設計 其實可以造就了所有的觀眾 可以看到禮堂中間的舞台上發生甚麼事 而下面也沒有一些固定的座位 就不像我們這個部分的我們叫超等位 就是每一張椅子都很細緻地設計 好樣就是在地下的功能 可以盡量有彈性去發揮 我們中國有句古話 就要正耕銀座 我現在坐的這張椅子 由我現在的這個座姿 正正就是正耕偽座的座姿 這個椅子的設計 其實就是按照亞洲人的身材 是要設計的 坐在這裏 除了覺得舒適之外 還不其然有一種很嚴肅 一種莊嚴的一個態度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身後的柱 這些柱其實都是特別的 因為一些柱去到跟我們叫做樓板的交接位 或者我們看到這裡上面的一些天花的交接位 其實我們有一些叫做好像中式那樣的雀蹄 而這張椅子其實不要小看它 其實我們估計應該全部都是極寇人形土的一些好像橫梁和柱身的一個交接位 一般來說天花板就是天花板 但是其實這個天花板 看到這些通洞的地方 其實是一些我們叫做通氣的一些口 經過一些好像玉如意的一些裝飾 其實這裡是通的 通到上去有一個位置 其實現在就做了一個好像一個叫做儲物空間 如果儲物空間得意在的地方 它的樓板其實都應該是極寇人形土的 我們現在身處這個空間 其實就是在孔聖堂的堂頂的天花 以及屋頂中間的一個位置 大家看到我們前面這裡有一個好像氣窗這樣的物體 剛才我們說過的一些如意的雕色的一些圖案 然後大家看到其實下面通洞 就是說我們這個儲物空間 其實在下面的空氣是可以流通上來的 因為我們這個空間基本上是沒有窗的 我們在這個空間也都在樓下 我們在地下的時候 看上來都看到有五個這些我們叫做氣窗 孔聖堂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吊著天花的一個設計 但是那個結構的頂部 其實就是裝著我們在外面見到綠色的雅頂 所以這個在香港來說是很有特色的一個設計 也都反映出當時的建築師真是象心獨運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地下都很特別的 因為地上全部這些都有一些橫樑來的 不過建築師很巧妙地 將它做了一種反了上來的橫樑 我們叫做反陣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們在下面的天花板 看上來的時候 其實看不到很多條橫樑 而我看到的就是 大約有三分二的橫樑 其實是升了上來這裡 好樣下面的天花就是盡量平的 在我們這個台裡曾經演講過的教授 幾乎都是石鶴鴻魚來的 我記憶中我所知的 就包括了錢穆先生 唐君藝先生 姚公姚宗義先生 我希望我們學校這個禮堂 就成為一個學術的重心 因為同樣地我們是 我們講瑜伽思想 但是我們接受 反對瑜伽思想的人 在發表自己的學術意見 你會看到在香港現在 我們有這麼多學者 曾經在台裡站在演講過的地方 我想真的不多 以後我想搞多些活動 我想去攤出來 讓普羅大眾都知道 就不一定是科學 不一定是藝術 不一定是哲學 不一定是科學 甚麼都有 那些年輕人 年輕女就學了很多東西 畢生受容 我相信 真正年輕人 香港的血道